現在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有人說 當他為人按手祈禱的時候 就會有意念出現 就是說 你有那麼多問題 你配為人去祈禱嗎 你有能力嗎 這些聲音 當你一收到 是跟聖經違反的 聖經說什麼呢 我所做的事你都要做 彼此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靠著那家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這些都是聖經說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聖經去回答他 神說我們有這個權力 我們有這個能力 我不需要害怕 如果你有罪 我們就處理罪 有負面思想 就處理負面思想 這個一定要處理 如果一個人不處理 他一定有各樣的問題 譬如說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拉那個門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邪靈可以攻擊 第二 他自己沒有信心 第三 他幫人的時候 他的表現都不會有信心 所以 我們本身去處理 但是你說處理不完 但是你是在處理著 神已經歡喜了 你的心這樣想 我處理著 神已經歡喜 我們就可以有信心 我已經處理著 我在進步著 我可以開心了 這樣 就會抵抗 我要抵抗這些聲音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負面的聲音出現 我也有 有時候說 那個人幫不了 那個人經常都不聽話 有些人會抗拒你的 這些聲音都會出現 但是我會說 總之我做神吩咐的事 我要改善我就改善 但是我不用怕 我就用聖經正面的觀念去回應 我會這樣說 譬如你 每天都在一個負面的情緒 你一定是先處理 但不是去到 完全好像天堂的領域 才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基本上你是能夠 經常選擇用正面思想 即是經常都 其實我教導 重複講到 就是說 你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我就可以開心了 因為神因我喜樂而歡呼 我做了一件小事 在弟兄身上 耶穌又上次了 所以我又開心了 那你每天都在一個 這樣正面開心的狀況 你那個 你的信念會強 我知道神喜悅 神祝福神提升 於是你就說 你跟聖心說 你講的說話不是真的 用聖經的說話去抵抗他 那你就會說 我真的可以做到 其實有很多人 好像 雙真來到我們當中 他初期的時候 其實 你早期有他分享 他怎樣開始的時候 怎樣憂鬱 現在就好很多 初期的時候又憂鬱 又想自殺 又身體問題 但是神是一直幫他 那他是不是真的 什麼問題都處理了呢 他不是的 但是他就是 他基本上是處理 那他就可以為人祈禱 又經歷聖靈 所以你不要想著 我要完美 不過如果你裡面 是長久 有些負面的事情 是需要處理的 我也想分享一下 例如我 最初我沒有信心去壞人 按手祷告 你大聲 我就記得 有聖經去支持的 因為耶穌 猜派門徒出去的時候 他講過 他說我賜你們權柄 趕鬼 治病 祈禱的能力 那我就走緊了這句說話 我就覺得 你已經似下了這個應許 只不過是我沒有信心 嗯 我就求你加添信心給我 我一段時間就是這樣祈禱 嗯 接著呢我跟耶穌 去聖教的時候 這個就出來了 嗯 是的 去到那裏呢 可能那裏的人 比較單純 那裏去到呢 恩哥很強的 一會為人祈禱呢 只要有那個信心去幫助人呢 為神做事呢 那些東西就出來了 那些力量就出來了 就是這樣 就好像這個星期一星期五 都是神做功 他們都有機會為人祈禱 就是神使用 那這個就是 我們憑信心去開始 就是我起初的時候 祈禱那些人呢 嘩 又得意志 我是完全沒有期望的 剛才分享見證都講了 有個姊妹很憂傷 那天呢 我其實狀態都不是很好 嗯 但是我就用驚雲跟祂討過的時候 祂就是這樣在這裏流淚 流淚之後呢 流淚之後呢 完了呢 就是整個 整個 那個服侍完了之後呢 我去廁所見到祂呢 祂呢 祂笑得很漂亮 跟之前的樣子是完全不同的 是 我感恩 所以上次那個 你記得那個姊妹跟你說呢 她說整天祈禱見到你嘛 哦 記不記得 是 可能神真的要興起你 興起你 神要祝福你 我也希望大家 有這個信心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相信不相信神真的可以用你 你想不想給神用 你願意踏出 願意改變 勇敢改變 那你就會 我經常覺得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很多病痛 經常都是回來問神拿東西 我覺得 我到現在都好得七七八八啦 我是不是應該為神做些事呢 就是我自己有這個心態 就是不是做一個索取者 都要去做一個付出者 是時候了 那就要去付出 就是神給你這個行動 OK 好 你其他那些有沒有 我都分享一下 好啊 好像他這樣的情況 我都有的 之前 就是這兩年兩三年 我才開始走出來 都會常常聽到這些聲音 但是呢 我就覺得 就是 神會喜悅我做祂喜悅 就是我生存是做神喜悅的事 就是 我去幫人 或者那個人來到我面前 總有神的美意 或者不是巧合的 真的不巧合 當我幫完一次 就會有第二次 又要第三次、第四次 你就會覺得 發現不是巧合神 真的 當你這個器皿用得 神就會繼續用你 還有其實就是 對 我會這樣覺得 還有一個位置 很重要的 就是你不理這些聲音去做的時候 不要理結果 其實因為神做事 不是你自己做事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人很容易 就是不單顧自己的事 好像剛才那樣 你就會周圍去考慮別人的事 嗯 那麼自己的問題 已經不是問題了 是 就是你不會擔心在自己 哎呀我做得不好 我不配啊 我還在一個憂傷裏面 其實你好像耶穌這樣說 你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你所需要的 他都加給你 當你的 focus 去了那裡的時候 不注意自己的問題 不注意你那個環境 在那裡被受壓什麼 什麼 或是身體上 神其實你 就是理神的事 你關顧神 喜歡你做的事 原來你那些事 就會迎刃神 迎刃而解神 會幫你解決 所以是 很好的 如果我經歷他的聲音 我會問的 我會問耶穌 這個聲音 是不是你的 他會回答我的 在心裡會回答我的 其實我還未認識 葉牧師之前 我在YouTube 曾經聽過 一個 不知道是牧師還是前導人 他說 你有什麼事 你就要學會去求問神 跟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學 如果我有什麼事 我就問耶穌 我這件事 我應不應該這樣做 聽到裡面有聲音 有聲靈會回答你的 你試一下 你聽到是非常好的 有些人都會感應到 感受到 但是基本上 那件事根本從聖經違反 你都不用問的 其實聖經違反 你就找哪個經文去回應他 或者你就相信 聖經所說的 我希望大家在這個心中 是一些很穩固 不是固執的東西 是穩固的聖經的應許 我已經 我重複說了很多 即是說 愛他的人神 為我們如明眼睛明人體驗的恩典 信他的人 必有神職其事 除了他們 就是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而且奉仁耶穌明趕鬼 這些是聖經所說的 還有愛他的人 他為你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的 就會提升你 以神為樂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這些就是你捉實這些 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行神的路遵從神的 就好像將房屋建造在盆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都不會倒 這個就是 我們堅定了這些信念 但不是固執的 有些人就固執 我們教會的傳統是這樣的 我們不會說的 他那種固執就不對 是聖經的建設 小學生 封門製 後面的故事 我會先給你 一頓 有些人 一頓 也要讓我去 不免頂 也要讓你 一頓 不免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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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